四個賽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數學競賽 跟數學有關的競賽是什麼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國際 剛剛其實第一頁就這樣按了對不對 對 因為你學數字的嘛 來 答案是 我心中最大的痛 痛 答案就是 奧林匹克 就是這四個字 答對了嗎 同時來 阿詩批林同學 是 中央大學財經所的碩士畢業 對 曾經就讀過清華大學數學系 是 我當初考大學的時候 我填了二十個選項 全部都是數學系 沒有第二個選項 從小到大數學就很好 還是突然間開竅 我從小學 硬直到大數學就很好 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 我數學只有一個分數 就是一百分 就是一百分 真的 沒什麼特別 我很欣賞你這種驕傲的感受 非常好 看得出來你相當驕傲 我是不知道你高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其他科都很弱 其他科都太弱 才考不上高中 沒有辦法上去 而且更遺憾的是說 我數學都一百分 但不好意思 數學老師都不喜歡我 到現在還是不被受歡迎 所以數學好的人辛苦了 一個指揮數學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出些什麼題目來考慮 是 但是各位 一起來看一下我們的 感人的夢幻大獎 你為什麼為他努力呢 請開門 他很值得的 洗脫空的洗碗機 然後那個三萬大獎 似乎是一個行動的冰箱 然後那個微電腦的非常好 不在空間的跑步機 強度不錯 加油 看到了 什麼叫量身打造 你上次來看不到 但這一次一次送給你 請揭曉 什麼叫做你的題目 你看 不是你的外號而已 而是你在化學課 做出過一顆阿斯皮靈 真的做出過一顆 他曾經做出過阿斯皮靈 是 Oh my God 當富豪的特質 你曾經幫富豪操盤過 對 是吧 是 大腦偷懶心理 你有研究過心理學 中文數學題 其實清華大學數學系 飽乾咖啡 你是逼乾代員 曾經修課過 下廚炒熱菜 你會下廚 我會下廚 對 切龍珠八卦 講的其實就是 你喜歡看的漫畫 沒錯 海賊王 新爺電影詞 你愛看得不得了 是 從哪裡開始 無論如何都要先選一下 當富豪的特質 當富豪的特質 請主題 科學家透過模型模擬現況 四十年發現 需要有什麼樣特質的人 才有辦法擠進前二十%的 超級有錢人行列裡頭 A 夠聰明 B 可努力 C 夠幸運 我覺得 前面兩個 我應該都有 快錢講答案 我的答案是 時間在早 我的答案是 C 夠幸運 先說例 科學家是個實事求是的角色 你覺得他會給一個 Lucky的這樣的打選項嗎 我就說過了 因為前兩個 都是我的 我們數學系的 夠聰明 對不對 說努力 其實很多人都努力 就少數運氣好的人 他才會變 超級有錢人 變普通有錢人 可能前面兩個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巴菲特非常的幸運 對 巴菲特說過 他如果當初生在非洲 他只能拚命擠牛奶 他變成擠牛奶的大戶 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沒有股票可以幫他有錢 所以說就是 十四兆英雄 你會不會經常有機會 讓你抱怨你的遭遇 我們不抱怨 對 但我們要了解 然後這個就是現實這樣 對 現實是這樣 我們必須要有一點運氣 夠幸運 請揭曉 希望你是對了 謝謝 第二題請覺得 我希望富裕 但希望很懶惰這樣子 所以我選大腦偷懶心靈 你有在經常看什麼醫生嗎 有 滿需要的 因為你的心裡面的整個壓力 你胸腔 腦子 很大 好像是個修火山 隨時會爆的感覺 酒變成涼衣 請助理 大腦會採用許多偷懶的捷徑 其中包括了 人們很容易花非常多的時間 討論之為莫及的事情 會怎麼形容 A 公車站站牌效應 B 自行車車棚效應 C 飛機場跑道效應 B B啊 自行車車棚效應 你猜的還是知道 猜的 我覺得 知為莫及應該就是一些 蒜皮小事 那應該就挑裡面最簡單的 自行車 為什麼是自行車 飛機場的大事 公車站也是一般 生活都滿重要的事情 花很多時間 討論一些很細微 人生要花很多時間 去討論很細微的事情 你認為是自行車車棚 對 如果三個人 一組在討論飛機場 覺得滿有世界觀 一組在討論公車 覺得很有交通觀 一邊講自行車 覺得他滿無聊的這樣 就騎了嘛 U-Bike就騎了就好 蹲在那邊看U-Bike好不好騎 就滿知為莫及的 你覺得這輛車 它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 去研究它 對 就這樣嗎 先揭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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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麼簡單 那我想太複雜了 這是一個英國作家 在1956年的時候 提出來的論點 當時他是說了一個故事喔 他說有一個委員會 當天要提出三個議程 要進行討論 第一個是核電廠到底要不要蓋 第二個就是這個委員會旁邊 有一個自行車車棚 它要重新修建了 第三個是 下一次委員會上面 我們要吃哪一些東西 這三個問題 大家都感覺得出來 核電廠最重要吧 可是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只花了兩分半 討論核電廠 花了四十五分鐘 討論自行車車棚 花了一個半小時 討論我們下次要吃什麼東西 而且最後還沒有定案 所以看得出來 大家對於越困難的問題呢 因為懂的人越少 我們就不敢講話 也不敢去發表意見 所以反而討論的時間最短 但是像自行車這種事情 很無聊啊 我每個人都插得上兩句話 所以大家人多嘴雜 花了很多時間 捨本逐末 去討論不重要的事 你這次有長途的進步 第三題 那我選那個中文數學題 中文數學題 請出題 2019年是農曆的擠亥年 若你我到甲午年 人未婚未娶 我們就在一起吧 請問那是擠年之後 A35年 B45年 C55年 這果然是中文 這真的是中文 那我應該這樣 甲薇比你誤擠 這邊哪個計算計或計算計 那我猜 用整個用猜 C55年 C請說題 剛剛我笑了 聽不出來整個念完以後 真的是中文 我應該學算命的 學算命的應該按個兩下都出來 他一個人說 我清大數學開玩笑 整個聽不聽我 我就覺得那中文怪怪的 真的是中文 我當初在挑數學 就是不喜歡中文 對 非常不喜歡中文 猜的 純猜的 純猜嘛 對 認為他答對幾首 余家榮 是 果然是學財經的 也會支持自己的 男兄男弟 你猜的 沒有 我剛剛有推算 就嘉義秉町物極更新 人鬼這樣 指手一毛成 所以是很有虛彈 那其實那個嗨跟五 就是差十一 那找十一的倍數嘛 那這邊十一倍數只有五十五而已 前面不用推了 就推後面就好了 我不應該轉財經手 多忘了 梁小群沒概念喔 對 其他人都不曉得吧 對不對 都沒人知道 今天的題目都會這麼難嗎 來 我用了 要夠幸運的話囉 我怎麼知道呢 那先幫我叫車好了 不會啦 你上次答六題耶 答六題 他還不見得能答六題耶 五十五年 照余家榮的說法 似乎是對的 來 切宜介紹 我們可以提供給大家另外一個算法喔 其實基本上呢 這個天跟地支 它是以六十年為一個週期 那麼我們剛剛已經知道幾害年 是二零一九年了 所以我們往前回推 可以發現二零一四年呢 就是甲五年 那如果呢 再下一次遇到甲五年 就是再加六十年 就是二零七四年 那我們再把二零七四 去減掉二零一九 也就是差了五十五年 恭喜你獸金運 一萬塊十五題 大家 恭喜第四題 請選擇 大家 我選 飽肝咖啡 飽肝咖啡 請出題 你 不要這樣 我選擇 好題目 降低肝功能異常的話 要喝什麼樣的咖啡 B跟C 我都沒有在喝 我現在肝還OK 我都只喝A 那我就選A 淺焙每次咖啡 請出題 是嗎 意識太濃了 我喝過一次意識 我以為我會喝咖啡 有一次我點意識咖啡 你說Espresso 對 超苦 我喝一口就喝不下去 我就知道我不是喝咖啡的 覺得她答對了舉手 兩位女性同胞 哪一種咖啡最飽乾 因為現在喝咖啡是個普遍現象 所以把它記起來 好 馬丁覺得是哪個答案 義式咖啡 義式咖啡 Espresso 一個 兩個 就是Espresso 它是有一種那種 該怎麼說 就是一種特別的 就是跟義式老人這樣子有關係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搞不好就是飽乾的 老人都喝Espresso 對啊 看義大利的老人 因為很多義大利的地方 他們有很多老人 然後他們常常喝 然後他們就是會長久 讓愚家龍猜一次來 你為什麼說Espresso 其實我也是猜啦 我覺得說 義式濃縮乾比較濃嘛 平常我跟我老婆們都不喝那個 因為台灣人好像 身邊很少人喝 那台灣人乾杯比較多嘛 那反過來講 就是因為少喝 會不會 是不是 義大利人多喝這個 那有數據說 義大利人比較長壽嗎 或乾功能比較好 我倒是沒有去研究過啦 義大利以後最 好像世界最 就是長壽的 是一個島 在義大利那邊 那些都是老人 都是在住那邊 怎麼會一直覺得不是他呢 來 請揭曉 降低肝功能異常 要喝哪一種咖啡寶甘 好 這是日本他們針對了 東京有九萬名的人口 來進行調查以後發現 其實如果每天都喝咖啡的話 的確是可以幫助減少肝硬化 或者是肝炎的機率 而且同時他們也發現 這個當中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咖啡裡頭 含有一種濾原酸 那這種濾原酸它主要是跟咖啡 在烘焙的時候的溫度有關係 所以倘若是重烘焙的咖啡 或者是這個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的話 它都是沒有這樣子的 一個效果存在的 所以看得出來 像是美式的淺貝咖啡 是最有含有最多的濾原酸 飽肝功能最好 其次是義式咖啡 再來是洪吸咖啡 接著才是這個冰滴咖啡 第五題請選擇 漂亮 心言 心言電影詞 應該會 就是我懂人的一些東西 心言電影詞 請主題 周星馳電影筷資人口 讓大家說笑愛戴心話 下列哪一句是心言罵人的台詞 隔下長得是天生俐志 別跟我說話 我有減癖 C 我開賓室 你挖鼻屎 這找得到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心言那麼多謊的 這樣可以找到這句 我回想 對 到底哪一句話講得起來 最好笑 答案是 隔下長得是天生俐志 請主題 這三句 你覺得這句最好笑 對 比較像心言的風格 但我都沒聽過 你覺得現在兩句 都是把我們掰出來的 也很好笑 但是不像心言講出來的 隔下長得是天生俐志 來 請介紹 你講這個派遣 哪一部我回去從看兩遍 你講這個派遣 你講這個派遣 回去要從看兩遍 是哪一句才是他說的 告訴我們 我開冰室 你挖鼻屎 這個才是新爺的電影頭 經典台詞 然後是出自於喜劇之王 至少今天沒有攻守而回 他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獎品 帶回家的調查 恭喜阿斯佩玲 得到的是 H&D東道家居 恆溫呼吸圖力統整 加上日式沙發床 這個統整具備了 獨家真理機能體感布 涼感舒適排汗透氣 而且裡頭含有 54顆高低差獨立筒彈簧 沙發床呢 是簡約質樸的 搭配著泡棉基底彈性布料 讓你坐著躺著 都能夠享受生活 希望你喜歡 非常非常有趣 好 來我們進行下一回合的 新攻略資格賽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